日币贬值有不少到日本的游客 买东西是买得好过瘾 不过前台大感染科医师 林世币就在脸书 颇文说 真正的哈日族 其实是苦哈哈的 因为之前换了不少日币 但是没有想到是越来越贬值 还不如到日本之后 直接刷卡还比较划算 日本国境解封 迎来世界各国的观光客 加上日币贬值 到处都出现爆买潮 有不少哈日族 解封之前就不断买进日币现钞 没想到却越买越跌 成为苦哈哈的一群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世币 在脸书上发文 说自己空手接刀到满手日币 还问说有没有其他穷的 只剩日币的百万富翁呢 结果果真调出一堆苦主 不少人都说 当时想要解封就马上去日本 分批换来日币现钞 没想到币值真的越换越低 还不如干脆到日本刷卡比较实际 也有人说 手中空有日币也没用 因为机票现在贵到根本买不起 看来得要再存钱一段时间 才能用手中的日币买爆日本 东京新闻生活中心 在台北报道 这次游戏 就像中心 不晓了 这次游戏